亲爱的同工 大家平安 大家晚安 早安 感谢主我们正在看 法国历史学家 托克韦尔的名著 叫做旧制度与大革命 我们可能今天要问一个 很简单的问题 就是我们基督徒 有没有可能 看书的时候不讲政治 我相信很多的神学书 甚至哲学书 你绝对有可能 你不牵涉到现在的新闻的 当然历史书可以吗 我们可以举两本 就叫经典的著作 一本是古代的 一本是现代的 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 和德国社会学家 韦伯的新教伦理 与资本主义精神 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 讲到罗马帝国 我相信我们看的时候 不一定要扯到现在的新闻 韦伯的新教伦理 是本经典 当然它是关于美国的 但我们也不一定牵涉到美国 因为韦伯解释了很多 关于清教徒的新教伦理 因此我们今天看很多的历史书 特别这两本的经典著作 都是一个很怪异的组合 它们一方面是历史书 但另外一方面 我们叫它做历史哲学 或者历史神学 我觉得托克韦尔的旧制度 与大革命 可以与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 和韦伯的新教伦理 摆在同一类 当然我没有说它很像奥古斯丁 它真的是一本 集合了历史的分析 和历史哲学 甚至我认为是历史神学 的经典之作 因此我们今天就要尝试看一看 我们有没有可能看历史书 但我们不牵涉到政治 我们将它非政治化 我个人的期望 并且我个人的经验 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 我们看一看一般人 他们对于历史的看法 而且我们通常英文 叫它做conventional wisdom 意思就是说 一般人所谓的智慧 我认为甚至是偏见 最明显的 常常听到的 说中世纪就是黑暗的世界 dark age 我确定相信不是了 我们这么喜欢教会历史 我们喜欢教父 我们喜欢路德加尔文 你怎么可能叫中世纪 叫黑暗的世界呢 更说古代的君主制 是没有民主的 现代的民主制度 是人类最好的政体 当然第四点 我们可以争论了 基督教支持民主制度 或者是民主制度 是源于基督教 这个每一个题目 我们都可以讲一个小时 当然我们就不讲了 为什么 我们主要想来解释 什么叫做旧制度 这本书 这本书 书名的头三个字 旧制度 托克维尔不断地说 旧制度不完全等同中世纪 但有时候他要说旧制度 就是中世纪 到底他的意思是什么 第二 这个是他讲得最最清楚的 旧制度没有被大革命推翻 大革命没有推翻旧制度 你说 怎么可能 革命呢 以前有皇帝 现在没有皇帝 这个叫革命呢 不是 他说没有 那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对比了 什么叫做中世纪或的古代 什么叫现代 以前有国王 现在我们有国家 这个很清楚了 以前是封建的 更多现在有政府 以前有君主 现在有选举 以前有农民 现在有农夫 以前有朝廷 现在我们有民主制度了 旧制度是什么 就是一个怪胎 怪胎 他是有国王 但又有国家的 有国家制度 他是封建 但是他有政府的 他是君主制 但他既然有选举 他是有农民 甚至建农 是没有土地的 但竟然他们可以拥有土地 朝廷里面竟然有公务员 这个是不可以想象的 那英文解释的多一点点 什么叫做国王 Medieval kings 或者加上quins 但是可以有state government 有中央政府 那我们没有时间 仔细的来讨论 你说不是啊 以前的古代的君王 也可以是中央制 好像秦朝一样 对对对 但总之我们今天看 这个君主制 我想到有两个例子 第一个当然是英国了 第二个我们经常忘记的 是亚洲的日本 亚洲的日本 日皇天皇 你就看见了 这个就是现代的 你说是民主立宪制 立宪民主制 当然他们越来越像 一般我们所理解的 这个民主制度 但是真的 有没有可能有国王 但又有一个中央政府 有国会呢 那在当时的旧制度 就两者兼并了 所以呢 不是矛盾率 不是互牌的 不是有国王 就没有国会 有国会就没有国王 那不是 两者兼并的 第二 就君主制 是有选举的 当然不是选君王 君王是施责的 但是是什么 选地方官员 封建制度 有政府 那我们没有时间 太多的解释了 那封建制度呢 就是中央的朝廷 有高高在上的国王 皇帝 他是天子 他是万民之上的 唯一的天子 但是呢 他有分封王 好像圣经里面的西律皇一样 罗马的凯撒 将耶路撒兰 迦南地 巴拉斯坦 分封给不同的分封王 这个在新约圣经里面 也是有的 农民呢 不是现代的farmer 是peasant 那我们说现代的farmer 是有土地权的 结果呢 当时候 法国大革命之前的 法国的农民 很像peasant的 很苦的 但他们竟然可以拥有土地 朝廷有公务员 你说 那以前 我们的中国的官员也是 对对对 但是你留心一下我 君主制 是没有三权分立的 一定没有的 是吗 司法 立法 执法 这个 administrative power 更主要 legislative 还有judicial 司法权 但济南呢 你看看第四章了 济南出现什么 我们认为 古代的君王 是不会有 现代的发庭制度的 以前 中国地方官员是什么 他是行政 加上包青天 两者间立 他是没有三权分立 但第四章说什么 第四章说 中世纪的法国君王与发庭 他的章题很长 行政法院与官员保证 是制度的体制 哇 这个好复杂 但是我们就看见 这个就是第四章讲的 那我们如果要仔细看 我们可能消化不良 因为这个真的不是我们的国家 法国不是我们的国家 我们看的时候 我们觉得有格格不日的 但在这里 我就特别想提出 我们可以看 曾经介绍过的经典著作了 就是这一位 哈佛大学的曼斯菲尔德教授 他是很著名 他四处名门 他的老师 就是著名的 史德老师 李奥 列奥史德老师 他是芝加哥大学的哲学教授 历史教授 政治学教授 他复兴了美国的古典学 有人说他是代表了保守的右派 什么什么主义 那我不想谈政治 所以我不讲这些 但是呢 真的我 曼斯菲尔德 他本人是马基韦尼专家 当他写了一本小书 专门讲托克韦尔 你看看 他这两个章题 我想用这个章题来解释 我们怎么明白 托克韦尔的这个第二篇 的第四到第六章 或者第七章 到底甚至整个第二篇 他讲什么当时的法国 什么中央制到底是什么 你看第四章 就是曼斯菲尔德研究 托克韦尔最有名的名著 第一本的名著 叫做美国的民主 但结果呢 在这本书里面 他第四章 论美国的民主 他用了什么 他用的题目叫做 民主的专制 民主的专制 那这个英文呢 是更加清楚了 英文叫做什么呢 叫做democratic Democratic Dysportism 这个是我们 很不习惯的 什么叫做 Democratic Dysportism 基本上 你就将这个 Dysport 解释为专制 就可以了 跟着你看 第五章是什么 第五章叫做 理性主义行政 Rational Administration 结果第五章 讨论什么呢 就是旧制度与大革命 整个 曼斯菲尔德介绍 托克韦尔这本 名著的时候 他叫它做 理性主义的行政 你就明白了 原来这本书 主要讲的 就是闷到 我们看来看去 都看不明白的 就是整个 法国大革命 原来跟一个 我们现在 最不喜欢讲的 官僚制度是有关 在这里 你看它 下面 讲到 整个 整个 旧制度是什么 他说旧制度 就是封建制度 但又不是 封建制度 是种孤立生存的 野蛮部落 组成的 无序的状态 随后就出现 约尔曼发阿 罗马发阿 这个好复杂 跟着下面 他都讲到了 结果18世纪的 法国 出现了一个 真正的旧制度 而这个也就是 革命所推翻的 革命要推翻旧制度 但结果没有推翻到 这个旧制度是什么 就是中央职权 他说这个就是 国王在没有经过 贵族统一底下 竟然国王可以 这节向 百姓打碎 于是 贵族本来是 分封黄的 好像西律一样 结果 罗马凯撒说 西律我不要你了 我这节向 耶路撒冷的 犹太人打碎 那于是 这个就出现了 贵族 将自己的政治权力 卖给国王 结果呢 于是 贵族越来越 没有权柄 结果 国王就产生了 一个 中央制 于是就 国王直接派官员 到地方 于是就有总督 在每个地方里面 并且呢 还叫他们做 公务员 公务员 从这里 我们就可以看见了 这些公务员 很像现代的公务员 他们是 要颇少 输到多 他们用行政监护的方式 来管理 并且对法国人来讲 是无为不至 好像道士一样 你看 这个其实这里 已经讲到 就是托克维尔的 第四第五章了 最后呢 到第七章 就是巴黎 就是这个行政国家的中心 他的主权超越过 法国其他的地方 那因此呢 这个曼斯菲尔的这本书 是本很好的道路 你们有兴趣的 可以去看 但我们回到托克维尔 这本经典之所了 我们就知道呢 原来我们看的第四章 叫做行政法院与官员保证 是旧制度的体制 它主要要讲什么 就是主要要讲到 这个旧皇朝里面的 的司法的制度 那我们对这个没有兴趣 但是你 他说 在欧洲 没有任何国家的普通法院 好像法国的普通法院那样 独立于政府的 也没有任何国家 像法国那样 常常使用特别发庭 那我们不明白 什么叫特别发庭 那我们可以将这个套在中国 我们熟悉的历史来讲 比如宋元明清 我们想到以前的宋元明清 怎么可能会有我们现代的司法制度呢 当然以前的朝廷 古代的朝廷 朝代也会有一点点的司法制度 但绝对不像我们现在的 但结果在大革命之前的法国 出现了这个君主制和司法制度的 唯妙的关系 所以在那里的时候呢 就是法国的国王 设立了他自己的司法制度 于是呢 就经常有国王所任命的专员 去审理案件 你看在这里讲到 在旧皇朝 经常有中央政府的官员 被起诉在法园 他们就直接去到 当时候法国叫做御前会议 就是 法国国王所控制的议会 而这个议会就干预 地方的司法制度 你看这里就有一个案件 很好笑啊 就说呢 有政府委派的陈建商 偷了旁边地方的物资 旁边工地的物资 结果呢 审都就直接向国王的 御前会议投诉 他说任由这些地方的普通法院 来审判陈建商 结果对于政府啊 当然这个政府不要翻译做政府了 对于我们皇朝来讲 对于国王来讲 这利益带来无限的选害 他说这些地方的法庭 他们所尊存的原则 和我们朝廷尊存的原则 是水火不相拥 结果托克威尔说 上说的文字是白年前写下来的 然而那些文字的政府官员 就像我们现在的官员一样 你看这个就是多么可怕 更多这里在讲的中央 第五章中央职权怎么样建立 并且取代 而不是摧毁了旧政权 所以他说 好像我们前面所说的 在王国中央有一个机构 统下全国行政管理工作 有一个大臣 统领所有内部内政的事务 于是在每一个省 都有一个代理人 统管一切大小事务 这个就是叫做中央制 但结果他说 上文刚刚介绍的大部分的制度 各地后来纷纷予以仿效 但是首先是出现于法国 跟着德国 其他的欧洲国家都学法国 他在讲 要确立上所的制度 不仅需要实力 更加需要有内心技巧与时间 大革命爆发之初 法国的旧皇朝的大厦几乎完全 完好无选 可以说人们只是在他的基础上 竖起另外一座大厦 这个我们可以看看英文呢 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比较了 英文怎么样讲呢 他说整个 整个 他说 最后一座大厦几乎 我所说的 都在几十多地方 在欧洲 所以从法国开始 第二 But how was it possible for institution of such a novel design to establish themselves in France and meet the rubble of feudal society 就是说 怎么可能 这一个 这么现代的制度 是如何建立在封建 旧社会的废区当中 跟着 It was a task that required patient, skill and time 这个是需要 有很大的忍耐 技巧 而不是单单用 一些霸权来建立的 并且呢 还说什么呢 他说 At the time the revolution broke out Almost none of the old administrative edifice have been destroyed in France And other had been built beneath it as it were 所以他再讲 他说在法国大革命爆发 的时候 整个 旧制度 是 是 完好 无选 只是在他的基础上 法国人另立了 一座大象 这个就叫做旧制度 与大革命 所以再讲 旧制度不完全等同 中世纪 但是他也可以说是 中世纪的产物 或者变质出来的一个怪物 第二 大革命没有摧毁旧制度 第五章的章题 中央职权 是建立 而不是摧毁了旧政权 所以在这里就讲到很复杂的 这个 法国的历史了 譬如他说 大革命爆发之初的力量 摧毁了庞大的君主体制 但是到了1800年 这个体制又得以复活 人们常说 我们国家的治理原则 是1789年 法国大革命 所采纳的原则 但正好相反 他恰恰就是旧皇朝的原则 是得以复活 并且至今仍然尊存的原则 所以有人问 旧皇朝的那些制度 是如何移植在新社会 并且融为一体 我的回答是 倘若中央职权 在大革命中没有灭亡 就意味着中央职权本身 就是大革命的开端和象征 当国家摧毁归属制的时候 必定走向中央职权制 因此 在权力的内部 一切的权力 必定摧毁于统一的 这个就是叫做中央制了 民主大革命 虽然摧毁了许多的旧制度 却必定要巩固中央职权制 在大革命创建的新社会中 中央职权制是 自然而然地找到它的位置 因此人们经常误会了 以为中央职权制 是大革命的攻击之一 是中央职权 是大革命的achievement 不是反而相反 你可以说是 大革命更加巩固了中央职权制 甚至中央职权制 是大革命的一个有因 所以这个是很复杂的 一个逻辑关系 第六章 旧皇朝的行政管理模式 这个就是怨天尤人的一章了 里面讲到的 他们都会 很多人都说 读了之后 每一个国家的人读起来 都觉得像自己的历史 因此我们要将它非正式化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章不是单单讲到 亚洲或者中国的出景 甚至我相信 连新的国家 好像美国 看第六章 美国人都会觉得 很像我们现在的官僚制度 这里讲到 那时代的人 这些公务员的公文用语 都惊人的相似 都没有文采 好像既流水帐 行星乎乎 无便身影 他说这个就是当时候的公务员的制度 所以在这里 我们你有兴趣 你可以仔细的去看 但是这一个就是这三章 四五六这三章 很令人困惑的地方 但我可以再用 这个 我们用的这位哈佛教授 曼斯菲尔德的章题来讲 他讲到 法国大革命与旧制度 他说这个整个 整本书就是关于 理性主义的行政 我们叫做官僚制度 但济南呢 讲到美国的民主的时候 你以为他是帮美国来 赞美美国 不是 他说美国会出现民主的专制 Democratic Dyspartism 或者叫做众数的专政 要少数服从多数 多数压制少数 这个是很可怕 而我们如果再下去的话 你就明白了 为什么伯来图 会将民主制 看为好像就是 一般我们所理解最糟糕的 仅仅少少好过的 无政府主义 就是这种少数 一定要服从多数 多数压制少数 是一种的 暴政 甚至独裁 但结果到了 大革命与旧制度的时候 仅然我们找到的是个很现代的 一个观念 叫做理性主义行政 官僚制度 再一次挑战我们 什么叫做古代 什么叫做现代 很多人就将基督教的圣经 归为古代 我们日常的生活叫现代 于是又产生出 这一种基督徒 甚至有时候基督徒 莫名其妙的一些的偏见 古代是不好的 中世纪是黑暗的世界 我们现在是现代的世界 有科学 有民主 有赛先生 有德先生 真的吗 我们好过古人吗 而古代一定是破旧的 是要被摧毁的 所以在这里 你的确可以说 托克韦尔好像想帮 法国大革命来翻案 但是他结果 他不是翻案 他有一个结论 他有一个目标 那个目标是超越了旧制度 但也不是依附 盲目依附所谓的现代 我们预知后事如何 我们请看下回分解 我们今天就只看 第四到第六章 我们下次从第七章看下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